大家好 我是老李 这不是我养的 这是我出来吃饭 散散心 这俩鱼它放屁 这个放屁鱼好像我养的这个呀 黑白幽灵 嘿嘿 好像 我最近有点不太正常了 因为每天现在都是面临着这种情况 严重的细菌交叉感染 收获的第一条 然后是第二条 当当当当 我最担心的还是我那个烧火棍 不能有事啊 还好四条橘红 目前来说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 这玩意也怪哈 你看就玉红浅红 甚至紫身还出了问题 你看多不扛念叨 又一直浅红 就这地儿我还弄不出来 哎呀 闹死了 别人呢都是养鱼博主 教粉丝怎么治病 我是粉丝教我怎么治病 感谢小伙伴送我的药啊 哇 这个颜色好梦欢啊 死马当活马医 反正也控制不住了我感觉 试试吧 你们养虾骨还是用大缸吧 你看我那个大缸很稳定 甚至还发色了 这小缸是真不行 说到发色呢 这个野猪真的让我好意外啊 它竟然发色了 这可真是纯野猪啊 如果这个野猪发色能力这么强的话 我就准备把前面的mini矮 换掉一大部分了 全弄这种野猪 我现在急需某些领域 给我找回一些面子 我前面发色的那个野猪 就是从它这个缸里顺的 这是我同事的 它放假回家了 它这里边也发色了 那行了 就从它这里边入手了 嗯 再培养两天 选个美 顺便给它清理一下钢壁 让它感受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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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